史文辨识,精彩起动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台北市长蒋旺安,高雄市副市长林青龙 国发会主委龚明星与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彭双浪等人共同主持下 2023智慧城市论坛暨展览正式节目 这场号称全亚洲最大的智慧城市及物联网产业展 已经迈入第十届 今年共吸引了破纪录的国家与城市参加 连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代表都排除万难出席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在支持时特别强调 台湾可以成为各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伙伴 也乐意协助基辅市重建成为智慧城市 特别是欢迎来自乌克兰基辅市的市长 我们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里 我相信你今天也看到我们在智慧城市发展上 我们台湾所做的努力 未来在基辅市的重建上 我们也很乐意来帮助基辅发展成为一个智慧的城市 让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的精神能够真正的来落实 陈建仁表示 净零排放也是国家愿景 政府规划四年投入743亿经费达到净零排放 立法院日前也通过议后特别预算 其中一部分就是要协助中小企业做智慧化跟低碳化转型 希望透过中央地方与民间通力合作 打造台湾成为智慧与近邻岛屿 并与全世界分享相关经验 确实实现台湾can help的理念 对台湾整个政府 大家有集中心力 中央跟地方合作 政府跟民间合作 就是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智慧岛屿 一个近邻的岛屿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亚洲 甚至在世界上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更多的经验 希望台湾在成为点判的同时 也像我们秘书长所讲的 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 台湾is more than great and honor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all the country in the world 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的 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表示 台湾有很多中小企业的隐形冠军 希望与各产业龙头组成国家队 走出台湾走向国际去打世界杯 展现台湾不只是民主之导 更是智慧之导的科技实力 Can help不是只有单独的隐形冠军 是一个联合舰队 但联合舰队要有航空母舰 还是要产业界这些大咖的 尤其是我们电子业资通讯产业 这台湾can help不是只有口罩 还有晶片 而且我们把智慧城市跟近邻城市 当作一个系统整合的解决方案 作为主办城市 台北市长江湾表示 2023智慧城市展除了让展场周边 观光旅宿及商圈有所提升外 台北市在展场内也设立了愿景馆 展现30多项科技应用成果 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看 不只是会山产业 周边的观光旅宿交通商圈 全面的提升 那另外 其实每一次智慧城市上 我们台北市政府特别的 一个愿景馆 今年我们更有8个区块 总共有36项科技的应用 所以届时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一定要到我们台北市的愿景馆 去看一看 而且听说还有一些 AI人工智慧的互动模式 大家可以生力其境 2023智慧城市展 以北高双主场方式呈现 台北市展期从3月28号到3月31号 高雄市则从3月30号到4月1号 总计有550家单位展出 智慧城市教育医疗交通等 智慧联网科技应用主题 需要让台湾成为全球智慧城市 解决方案的供应重镇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石子一 左手零 这是 是 是